我们来看到一下国际消息 来到了美国 近几年来最紧绷的一场总统大选 将在美国的时间5号登场了 川赫两人的火力全开 在摇摆州做最后的冲刺 全美已经有7500万人 提前投下了关键一票 贺锦丽呢也透过了 透过寄出邮寄选票 完成大选投票 不过川赫两人的民调 还是紧咬在一起 堪称数十年来首见 史上最激烈的美国总统大选 倒数计时 川普贺锦丽民调紧要 在摇摆州做最后冲刺 两人自称为美国救星 互呛对方危险 贺锦丽透露 他已经填好邮寄选票 选票证继往加州 川普在宾州造势中 则再次提到2020年大选 他坚称自己根本不应该离开白宫 怒批当年选举不公 今年合格选民有超过1.6亿人 已有7500万人提早投票 大约是2020年总投票数的一半 多处投票所都出现大排长龙的盛况 纽约时报封关民调也出炉 摇摆州持续拉锯站 贺锦丽在北卡 乔治亚 内华达州 以及威斯康辛州取得领先 川普则在亚利桑那州保持领先 两人在宾州和密西根州不相上下 宣亲激烈程度 堪称是数十年来都没见过的情况 外媒担心若双方得票差距细微 可能再次掀起重新计票 以及合法选票认定的法律争议 川普贺锦丽谁会胜出大陆另类 义乌指数以周边订单热度 来预测大选结果 川普商品丰富 旗帜 帽子 T恤 种类多样 在购物平台上的商品数量 更是贺锦丽的两倍以上 显见川普在义乌市场 受欢迎程度高 不过义乌指数虽然在2016年 准确预测川普胜利 但在2020年却失准 因此选战输赢 恐怕还是得等到开票 才能一决胜负 记者李星聪报道 美国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 在美东时间3号 乔治亚州做最后的造势活动 专注于移民的议题 他也告诉支持者 只要出门投票 投票完了就是全美国的派对时间 川普指责了贺锦丽 释放了一支由暴力和犯罪 组成的移民军队 消除了美国的主权边界 如果贺锦丽当选了 美国将产生严重的违安 以及经济的后果 另外CNN最新的民调显示 川普在乔治亚州的支持度 以49%领先贺锦丽的47% 有两个百分点 不过目前双方 在七大摇摆州的差距 几乎是误差范围之内 那共和党的票仓 爱荷华州最新的民调显示 贺锦丽是以47% 对上44 领先了川普三个百分点 根据CNN的报道 这个消息一曝光 川普听到之后大为生气 这个消息是由爱荷华州 迪蒙英纪录报报导 标题上面还大大的写着 贺锦丽领先川普 由于爱荷华州传统上是 共和党的票仓了 加上这个是最新也是投票日最后的一份民调 CNN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川普真的是气炸了 怒骂不该公开民调的 同时还在自家的社群表示 川普为爱荷华州做了很多 支持度也比贺锦丽高很多 而川普的幕僚则是安慰他说 这份民调已经失准了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录 全壮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力密码 落หน 优优独播剧场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